回拍板六千元大紅包還稅 愚民卻是在年後發放在野黨又炸鍋 指示蘇回若真想拿新春大紅包 當成自己的政績 自家人 公開打臉 立委高嘉瑜臉書發文直言稅收超徵 並非政績 而是行政失靈 因此才上演到底是要還債 還是還稅漁民的鬧劇 他們會覺得說還稅漁民 就是他們本來繳的稅 就是還給他們 甚至可能還認為是政府多收的稅 所以類似這樣一個錯誤的命題 讓政府也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好處 稅制的量入圍出 演變成量入失敗 再到難以為出 鬧劇一再上演 回顧還稅漁民 早在去年十月 藍尾賴士寶率先拋出 接著到十二月二十號王侯威參戰立委 提出實質還稅漁民論述 接著跨黨派立委也先後提出 綠營英系立委跟串聯喊話中央 沒想到蔡英文的元旦談話 對發現金曖昧不明 最後被蘇貞昌搶先拍板發現金 算一算這十五天行政院 根本讓子彈飛 看風向 發現金 六千元的紅包 其實只是杯水車型 長久以來用一些不合十一的稅制 繼續的不改革 其實我覺得這個才是機閉的來源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一次能夠好好的檢討 這些不合十一的稅制 如果錯把機閉當政機 蘇奎還順勢留任 這開春起身炮 恐怕也是鬧劇一場 而且內閣改組的風向 綠營內部悄悄轉彎 蘇院長是一個認真打拚的院長 台南市也一定要支持蘇院長 陳其邁黃偉哲力挺蘇迴 讓蘇迴大呼倍感溫暖 發錢儘管能取悅大眾 但如果因蘇體制延續 民眾都想問綠營要穩定政局 真的非蘇迴不可嗎 藉由向靈全有台北報導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